秀林乡公所111年模范父亲及模范乐序表扬活动 5号在回篮湾餐厅办理 秀林乡长王玫瑰除了感谢父亲们在家庭付出的努力 表扬各村的模范父亲及模范乐序之外 也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在父亲写的前期秀林乡公所办理111年表扬父亲及模范乐序活动 把后在回篮湾扩大办理 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秀林乡长王玫瑰代表朱惠英林俊雄 陈美莲王哲元 林义龙蔡别火白思义九个村的村长和村民们共同欢欣这一年的盛事 秀林乡长王玫瑰支持的时候用国语之外 他有个主意可是难不倒他 祝说感谢爸爸们对家庭的付出和祝福 也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包括村落跟村落之间也能够彼此的交流 也可以增进族群社会和谐 以及亲子间的一个关系 同时我真的期待 这一场养育着不爱的一个养股活动 对现在的家庭或是族群社会 都能够发挥正面的一个积极影响 想要表达我们对父亲或是母亲 或是我们的长者 一个教育 所以我们抱持着一个诚挚的祝福 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或是爸爸或是长者 一个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最后 我还要再诚挚的祝福 祝福所有全天下的父亲能够健康长寿 享受天的之乐 新闻下面代表会主席 赖军姐也欣赏祝福来感谢伯伯们 我想九个村选出来的魔幻父亲跟魔幻乐序 都是各种的凯能啊 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静杰在这边特别代表会 恭喜今天所有的获奖人 也希望未来啊 魔幻乐序和那个女婿的部分啊 过几年之后有没有机会啊 当魔幻老丈人这样子 当然就是传承下去啦 学习你们乐部的精神这样子 顾好我们的小朋友 那趁这机会静杰跟大家说声 父亲节快乐 最后希望一下我们的规则是 以表扬父亲以及魔幻乐序们 致证感谢状礼金和一束鲜花 希望相公所也肯定大家的辛劳 村长代表们的家属们 也和爸爸们合照 五号的祝福可以说是相当感人肺腑 对爸爸的感谢大家用笑容 来回馈父亲们的辛劳 记得喜欢学习我们的频道